請聽聽我們上次談到哪裡 我們現在談到什麼地方 來 初學請看這裡喔 我們上次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們應該是談到說數學的圖形對不對 數學的圖形一定會有它的特徵 那你就可以想像 初學你看這是一個圖形對不對 那這個P點喔 這個P點我上次講過 它是一個什麼點 動點 對 它是一個動點 它是在這個圖形上面會動的一個點對不對 那它在動的過程喔 所以我給你講喔 因為這個圖形有一些特色 所以這個動點我們要去觀察它的軌跡 在動的過程裡面 同學你仔細看喔 在動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去找出這個動點P 它所滿足的那個規則 那個滿足的規則 可以讓我們把S跟Y的關係式去把它寫下來 那SY的關係式 我們就把它稱為這個圖形的什麼是 方程式嘛 這樣了解嗎 所以所謂的方程式很簡單 就是把圖形用數學的語言去把它表現出來 去把它表達出來 把它具象化 對不對 找出那個SY的關係式 我們稱為圖形的方程式喔 這個感覺很像什麼呢 在座有一些同學學音樂的對不對 欸 同學我問你喔 音樂這個東西喔 來 同學 音樂可不可以用文字把它記錄一下 你覺得可以還是不行 欸 學音樂的同學都知道 音樂嘛 這一首非常好聽的歌曲 能不能用文字去把它描述出來 可以啊 描述出來的東西稱為叫 就是譜 就是譜嘛 對不對 同學你懂這個意思了嗎 音樂用文字描述出來 就是樂譜嘛 對嘛 所以同學這是一樣的道理喔 如果有受過專業音樂訓練的同學 對不對 他看到這個樂譜 他心中就會想起那個旋律 或者他可以靠著樂器 把這一首歌或者這一個音樂 去把它表現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受過訓練的同學應該就可以怎麼樣 像數學家喔 他看到一個方程式 他就可以開始去想像 這個方程式他的表現是什麼 所以同學我再講最後一次 所謂的方程式 就是把圖形怎麼樣 把圖形 把它用數學的語言去把它寫出來 簡單來講就是S跟Y的一個關係式 這樣了解嗎 這個三個禮拜 我們一直在談這個問題喔 那我們現在的課程進度呢 我們要來徹底的研究某一個幾何圖形 那這個幾何圖形喔 這個同學國中都很熟 你猜我們現在要研究什麼東西 我們要研究直線 直線的方程式 所以既然要研究直線的方程式 這邊當然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喔 來這個Q把它寫上去喔 或者你要怎麼樣描述一條直線 來如何描述 來描述一條直線 來描述一條直線 慢慢教 還是會把它講清楚 所謂的如何描述一條直線 就是我要問同學 呃這直線有什麼特徵 我們要掌握它的特徵 才能夠寫出它的方程式對不對 好 如何描述一條直線 它應該要具備什麼樣的特徵 需 看幾 具備 好 我把它寫清楚齁 應該要具備什麼特徵 好 好 才怎麼樣 才能夠唯一 好 OK 好 來 所以這個我想 這句話齁 麻煩你寫上去喔 可以嗎 好 好 我們要怎麼樣去描述一條直線 要怎麼樣描述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 直線要具備什麼樣的特徵 才能夠去唯一決定出這一條直線 好 這一條直線才能夠把它找出來 我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這樣可以嗎 想一下 要怎麼去描述一條直線 直線的特徵是什麼 你要去理解這個問題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去掌握直線的方程式 因為方程式就是把這個動點P 它的那個軌跡 起碼用數學的語言去把它描述出來 那就這個意思 所以同學你要告訴我直線具備什麼樣的特徵 今天是幾號呢 我來跟同學互動一下 23號是誰 23 紅犬 紅犬問你喔 比如說我給你一個提示 如果我今天給你一個點 比如說這個P點對不對 這個P點的時候不要叫做23 我來問紅犬一個問題 如果我只給你一個點 請問喔 只有一個點能不能決定唯一的一條直線 你覺得可以還是不行 不行 為什麼 同學 要決定一條直線應該要幾個點 應該要兩個點 如果只有一個點的話 同學通過這一個點的直線會有幾條 會 會有無限多條 為什麼會有無限多條 同學你看我手中這一根指揮棒 它通過這個點對不對 可是同學這一條直線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轉嘛 對不對 它通過這個點 可是這條直線是可以轉 對不對 它在旋轉的過程裡面 你就可以完全的感受到 同學通過這個點的直線有幾條 無限多條 所以同學只給一個點 能不能決定一條直線 唯一的一條直線 不行的 還要再加上其他的特徵 好那我現在問同學 還要加上什麼特徵呢 剛才是23號 來33號同學這樣 來瑞芳 還要具備什麼樣的特徵 這個特徵我們高一有學過 我們給同學一點提示 同學除了點之外 除了給一個點之外 其實你還要再掌握一個特徵 這個特徵只要把它抓出來 這一條直線就可以確定 那個特徵叫做直線的什麼東西 方程式 沒有方程式是最後寫出來的結果 對 什麼東西 斜律 斜律沒有錯 來同學 這個寫在旁邊 我們等一下會重新再介紹一次 什麼叫斜律 這個斜律其實我把它稱為 其實我把它稱為直線的什麼 來一個方向 當你有點有方向的時候 同學這一條直線就會被確定下來 所謂的斜律是什麼 斜律就是這條直線 它傾斜的程度 每一條直線是不是都有一個傾斜的程度 所以當你確定它通過哪一個點 然後當你確認這一條直線的傾斜的程度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一條直線是不是就固定住了 聽懂我的意思嗎 斜律就是直線的傾斜程度 把它量化得到的結果 對不對 同學你看這一條直線你覺得斜還是不斜 不太斜啊 可是這條直線是不是就很斜 所以橫梁直線的傾斜程度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在高一有教過 那個叫做什麼律 叫做斜律 所以同學你現在應該慢慢的去思考一個問題 同學一條直線要具備什麼樣的特徵才能夠唯一 我跟你講我要掌握兩個東西 一個是它上面的一個定點 再來就是這條直線的什麼 傾斜程度 就是所謂的斜律 掌握定點跟傾斜程度 這一條直線 就可以被找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現在必須要花一點時間 來幫同學複習一下 我們在高一上的時候 我們有學過斜律這個概念 我們現在來複習斜律 那什麼叫斜律呢 來 請你把它寫上去 斜律是什麼 斜律很簡單 斜律它其實是一種變化路 斜律它其實是一種變化路 我把它的想法 把它完成寫下來 這個高音寫過一次 我們現在高二再寫一次 所謂的斜律 它其實是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它在幹嘛 斜律這個東西是什麼 還是我先來問同學 三號同學在嗎 十三號是有的 有的 那十三號在哪裡 張維大帥哥我問你 斜律是什麼 高一我學過 斜律是什麼東西 就你所知的 你說說看好不好 斜律是什麼 欸不知道欸 好 我再問一個好不好 呃 七號在哪 七號在哪 欸子晴斜律是什麼 不知道 你知道嗎 沒關係我們換下一個 十七號在哪 不知道是晨翔 晨翔 晨翔 知道喔 斜律是什麼 知道喔 有沒有聽過 斜律 不是 不是 你說 X座標分之Y座標之類的 嗯 嗯 算是有點概念 來 那我們再找下個同學 我要比較簡單的解釋 嗯 二十七號在哪裡 二十七 Where are you 這裡先解釋 這裡來 想要一個問你 斜律是什麼 能不能用簡單的一句話 或兩句話 去把斜律這個概念把它呈現出來 對 斜律是什麼 不要講得太數學喔 就是比較簡單的 大家都聽得懂的話 他斜的那個例 斜的那個例 好 好 傾斜的比率啦 類似這種FU OKOK 來 那三十七號在哪裡 我們再問一個 來 斜律是什麼 你的認知 你高音學過斜律嗎 那斜律對你來講 到底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對 什麼是斜律 傾斜程度 就差不多啦 OK 來 這個斜律 我們就這樣講 他就是將一個斜坡 來 我們看 我們把它寫上去喔 我們幫你複習一下 高音學過的概念 把一個斜坡 的什麼東西 的傾斜程度 他會講得很好 來 把一個斜坡的傾斜程度 把這個傾斜程度把它怎麼樣 把它量化 把它予以量化 把它用數字把它表現出來 可以嗎 這個斜律的概念很簡單 剛剛才同學講得很好 就是把一個斜坡 我們高音的時候是講斜坡 對不對 小明要爬一個坡 這個坡可能很陡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陡 對不對 它有一個傾斜程度 然後把這個傾斜程度把它量化 量化出來的那個數字 我們就稱為這個斜坡的什麼 的斜律對不對 還記得嗎 那那個時候我們去規定斜律這件事情 我們把它寫清楚喔 所謂的斜律就是來 我這邊會講得很慢喔 因為斜律其實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水平方向 如果你水平 水平 對不起 水平方向 怎麼樣 前進一個單位的時候 如果你往前走一個單位 譬如說走一公尺 或者走一公分之類的 來水平方向前進一個單位的時候 那你的牽止方向 你的牽止方向是上升 或者什麼樣 或者下降 或者下降 來看喔 多找單位 OK 來表示進行程度 好這樣寫就很清楚囉 我們現在要來研究斜律這個東西喔 因為斜律是直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 我們一定要掌握這個特徵 才能夠進一步去研究直線的方程式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然而這個斜律的概念 我們在高一上的時候 同學應該就已經有想法了 來請同學寫一下 因為這高一的東西 我們先幫你做個複習 這樣可以嗎 喜歡的嗎 來 同學你看喔 將斜坡的傾斜深度域量化 量化出來的那個數字 我們稱為叫斜律 那簡單來講就是水平方向前進一個單位 其實這個水平方向同學 就是我們後來講的哪一個走的方向 欸 高一我們教過啊 水平方向其實就是什麼走 就是x走的方向嘛 你沿著x走的方向前進一個單位 然後你去看你的牽直的方向 上升或者下降幾個單位嘛 同學牽直方向就是哪一個走的方向 y走的方向嘛 對不對 你是不是高一上的記憶就慢慢的恢復了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水平方向前進一個單位 那你的牽直方向是上升 或下降多少個單位 來表示這條直線的傾斜程度 我們在高一的時候 老師有時候常常會舉這個例子 來 同學請看這邊喔 這個例子其實你在國中的時候 大概就可以去掌握它 來 我想想看這個例子是什麼 好 這裡有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叫y桿的x 然後這裡有另外一條直線 好 你看這一條直線喔 這一條直線叫做y桿的多少 3x 好 這個例子你要不要超隨便 好 同學你看一下就好 來 同學問你喔 你把這兩條直線想成是兩條斜坡 我問你哪一個斜坡比較陡峭 y等於x 3x 這個斜坡是不是比較陡 那y等於x這個斜坡是不是比較平緩 比較沒有那麼陡對不對 你把它想成是兩個斜坡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問同學喔 上面這一條直線啊 你猜它的斜率是多少 同學 直線除非是輕直線 我們高一有教過 輕直線沒有斜率 其他的直線都有 y等於3x 同學 它的斜率是多少 3 為什麼是3 你高一怎麼學 很簡單嘛 所謂的斜率是什麼 你看它的定義 水平方向就是沿著x軸的方向 前進一個單位 去看你的y軸方向 是上升還是下降多少的單位嗎 同學你看喔 如果這邊我畫一條輕直線 這一條輕直線叫做x等於多少 x等於1 好 那你想想看喔 水平方向前進一個單位 請問同學 以上面這條直線來講 x增加1的時候 它y是x的幾倍 3倍嘛 x增加1 你往前一個單位 你的高度會提升幾個單位 3個單位 所以這一條直線的斜率是多少 3啊 y是x的3倍嘛 對不對 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現在問同學 y等於x這條直線 它的斜率是多少 斜率是1嘛 所以我們以前在高1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講說 當一條直線它寫成y等於什麼 x 再加上什麼東西的時候 來同學請問你 斜率是看什麼地方 y等於x加b 高學那個斜率在哪裡 斜率是不是這個正方幾 這個傢伙就是誰 這個傢伙就是斜率啊 對不對 簡單來講就是看y是x的幾倍 對不對 y是3x對不對 所以x增加1的時候 y是不會跳三個上去 對吧 水平方向前進一個單位 牽直方向上升 上升三個單位 斜率就叫做3 所以人家跟你講說 我今天騎腳踏車 然後騎一個斜貨對不對 然後他跟你講那個斜率是1 那你就可以想像一下 他往前1公尺 他上升幾公尺 1公尺 你就可以想像那個斜坡 到底有多抖鞘 了解我們在講什麼東西嗎 這高1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高2 其實我接下來還是談高1的東西 這個高1都教過 我們後來在高1的時候 我們應該有把這個圖形 把斜率的概念把它什麼化 坐標化 坐標化 來同學這個請你寫在筆記本上 OK 來那坐標化就請同學畫出S軸跟Y軸 我盡量講慢一點 我覺得同學可能連邪律的概念是什麼 都不是太清楚 都忘記了 來 來 這個我慢慢講 希望講一次你就懂 可以嗎 好 那現在同學你看 我這裡畫一條線 這裡畫一條線 這一條線叫做L 好 它叫做Y軸的多少 A可以是加V OK OK 好 然後現在我給同學 來同學你看 同學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如果叫做S軸 我現在為同學 我上次在教分角能術 應該有講過 同學這個角度 是不是會影響這一條直線的傾斜程度 對吧 這個角度如果越大 這條直線是不是感覺就越傾斜 如果它是Rate的話 可以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如果我現在在這裡 來找一個點 從這個點往X 做一個垂線 好 那請問同學 同學你這裡看到一個什麼參加型 看到一個直角參加型 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要來問同學 同學斜律的定義是什麼 斜律要怎麼去定義它 數學上斜律要怎麼定義 斜律一般來講 我們用小寫的M來表示 好 來這個來跟同學互動一下 高一有教過對不對 好 回復一下記憶 來 五號在哪裡 來進 斜律怎麼定義 對 斜律怎麼算 就是斜律的概念是什麼 剛才這個是直覺上 直覺上我們可以去理解 什麼是斜律 那數學的定義 斜律是什麼 知道嗎 不知道 好我們換下一位 十五號在哪裡 十五號 一圈 斜律的數學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高一有教過嗎 還記得嗎 不記得 不記得 不記得對不對 你可以我去看我高一的影片 來特效我這樣講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來特效我問你 這一段 我們以前把這一段叫做Δ Δ Δ Y 這個叫千尺的位移 對不對 同學那這一段叫做誰 Δx 來 同學那我問你 斜律的定義是誰除以誰 對 Y除以X Δy去除以多少 Δx 這個是斜律的定義 它數學上的定義 所以來 我們這邊就寫 斜律的定義就是怎麼樣 千尺方向的位移 千尺方向的一個位移 的一個變化量 千尺的變化量 去除以它的水平的變化量 水平方向的一個位移 OK 來 同學你先寫 慢慢講 這樣可以嗎 然後現在我問同學喔 為什麼要用千尺位移除以水平位移 為什麼 為什麼用Δy除以Δx 為什麼不是Δx除以Δy 為什麼 有學生會問啊 高一有時候同學都會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是Y除以X 不是X除以Y 為什麼 為什麼斜律的定義是用Y除以X 就是千尺的那個變化量去除以水平的變化量 為什麼不用X除以Y 你覺得這個規定是人為的還是 這是人為的喔 同學我跟你講 斜律的定義喔 這個是數學家規定出來的 這個規定是人為的 那你說老師 那能不能規定成X除以Y 其實可以 如果今天你是個大數學家 然後你可以解釋說 我覺得X除以Y比較好 那大家都想 都覺得你講的很有道理 那斜律的定義可能就 從此就改變 就用X除以Y 對不對 可是我想這種事情不會發生 因為 我這麼說好了 同學 這個定義是人為的 那這樣子定義 同學你覺得合不合理 非常合理喔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講非常合理嗎 這個是千尺的位移除以水平的位移 也就是說當你X變化一個單位的時候 你去看你的Y變化多少的單位嗎 對不對 你看你的X增加1的時候 Y如果增加3 這個斜律是不是就是3 這樣很合理喔 所以我問你 如果你今天把這個定義 改成DataX除以DataY 那這樣子結果會反而怎麼樣 會顛倒 如果你DataX除以DataY的話 你斜律越大 你這條直線反而越怎麼樣 是不是感覺就 其實是反而比較平緩一點 那個結果是不是會 結論會相反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事實上 踩這個定義喔 DataY除以DataX 對不對 他本身很實覺 好 那現在的同學我們繼續喔 來同學請看這邊 我們現在在這條直線上 來這裡找一個A點 來跟著我寫 A點的座標 令他叫S1 Y1 然後這裡找一個B點 他的座標叫做S2 Y2 OK 然後從這裡做一個垂線 從這裡做一個水平線過來 來 我整你喔 這邊做出一個三角形 那這個角度 同學他一樣是誰 一樣叫做S2 好 來我等同學把這個圖畫出來 慢慢講 把它講清楚 其實這裡兩個點嘛 同學這個A代表左邊的點 你就想想看嘛 A是左邊的點 那這個B就是什麼 就是右邊的點 你現在想像有一個人 從左邊要走到右邊 從A點要走到B點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他從A點走到B點 請問他的水平的位移是多少 他的水平的位移 他是不是從S1走到S2 所以他的水平的位移 叫做S2-多少 對 -S1嘛 那他牽直方向的位移 他從A點走到B點 所以從Y1變成Y2 所以他的位移是多少 是不是用Y2減掉多少 Y1 這樣可以接觸嗎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那同學你應該很快觀察出外 同學這個直角三角形 跟這個大的直角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是什麼關係 相似嘛 所以同學這一邊比上這一邊 是不是會等於這一邊比上這一邊 所以斜率喔 他有另外一個角度 我們可以來定義他 給你兩點怎麼算斜率呢 很簡單 怎麼算 就是Y座標相減除以S座標相減 高一有教過對不對 所以就是Y2減多少 Y2減Y1 再除以多少 S2減掉多少 S1 Y座標的差 除以S座標的差 這樣我了解嗎 然後同學你從這個定義應該看得出來喔 同學我問你 Y2減Y1正哪一負的 Y2減Y1正哪一負的 正的你從這個定義發現 Y2減Y1是正的 那你從A走到B點 你是從左邊走到右邊 請問S2減S1正哪一負的 正的 是不是正的 所以同學你這個時候會發現一些事情 兩個都是正的相處 所以會怎樣 會大於你嘛 所以我們高一的時候應該有講過 這個方向的直線 斜率一定是正的 X增加Y就跟著增加嘛 對吧 斜率是不是正的 還記得嗎 我們那個時候把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Y軸的X 我那個時候不是說嗎 這個叫什麼X 叫重軸X嘛 Y軸不是重軸 叫做重軸X 那X軸X這個叫什麼軸 X軸叫做橫軸 重軸X比橫軸X 是不是就是斜率 是不是這樣子 斜率的定義就是這樣 很簡單 好 然後同學我再問你一件事情 這個斜率跟三角函數有沒有關係 有啊 同學你看斜率的定義 Y的變化量出現X的變化量 對不對 所以同學問你 來請問同學 這個ΔY 如果你看這個大的直角三角形 同學它是θ的什麼邊 這叫對邊 那這個第二條X是θ的什麼邊 0邊 同學0邊分之對邊 是哪一個三角圓數 tangent 所以它是誰 它是不是tangent theta 可以嗎 而且同學這個theta是一個什麼角 銳角 那tangent theta當然是什麼樣 當然是正的 但沒有問題啊 所以同學我跟你講 斜率其實就是tangent theta 它那個theta是什麼 仔細看 這個theta代表這一條直線 跟XX軸的正向 所夾的那一個什麼角 有向角theta 對不對 你跟X軸正向夾的這個角theta 是不是就tangent theta 是不是就代表這一條直線的斜率 很直覺啊 沒有問題的 好 來你先看一下 斜率想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行不行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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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台灣你知道 以前我學邪律的時候 是在我讀書的哪一個階段 學到我去 你猜 我什麼時候學邪律 幼稚園 幼稚園怎麼可能 你瘋了嗎 國中的時候 我們以前國中就 開始有點邪律的概念 你們一直到高一才開始接觸邪律的想法 對不對 我國中的時候 我永遠記得 那個時候 我們在學這個東西 我們老師怎麼教你知道 他說 邪律喔 就是 來 Y座標相減 去除以什麼 AKS座標相減 對不對 那你知道 國中生 對這個東西 剛開始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 他要把這個定義記下來 對不對 可是我們那時候不太會記 那不太會記 我們那時候國中老師就教我們一個方法 你猜他怎麼教我們怎麼記這個邪律 才不會記錯 嗯 那個